迢星人的电影小教室 你知道吗? 时尚最早的航空电影是1927年由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发行 William A. Willman 指导的黑白默片Wins 讲述一战时两名战斗机飞行员爱上同个女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学院奖最佳影片奖的电影 也是唯一一部获得该奖项的默片 大家好,我是迢星人 呃,我本来没有打算看萨利机长 后来我听说飞机里的黑盒子占的戏份还不少 最近正好读到一本书的其中部分内容 是通过黑盒子研究航空失事的原因 由于那篇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的好奇心被挑动就买票进场看了这部电影 萨利机长哈德逊奇迹 改编自2009年真实发生过的航空事故 史称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事故 2009年1月15日一架空中巴士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 在爬身过程中遭到鸟机导致两个引擎同时熄火 飞机完全失去动力 机组人员在确认无法抵达任何附近机场后 在机长萨利伯格的决策指挥下与哈德逊合迫降 结果机上155人全数生还 该事件被称为哈德逊奇迹 改编电影由克林伊斯威特指导 汤姆汉克主演当年被媒体《蒲天盖地》报导的英雄机长萨利 作为一部空中灾难片 他的取材并没有如何惊天动地 尤其是这种剧情展开毫无惊喜的史诗改编 非常吃重导演说故事的功力 本电影将描绘重点放在飞机成功迫降后 萨利面对媒体的大肆追捧 以及安全委员会质疑的情况 于媒体而言 事实可以很简单粗暴 一个英雄拯救了155桥人命 他们乐意报道和歌颂 因为群众喜闻乐见 于保险公司或相关利益团体而言 他们不是不在意人命 但他们更想证实 那架毁坏的飞机其实不必被毁坏 所以他们费尽心思试图推翻 萨利的决定的正确性 就算那会使一个登上顶峰的英雄 瞬间坠落为什么也不是的小丑 萨利伯格只是想要做好自己工作的机长 他想活下来 也想保住机上美名乘客的性命 想必他从未想过 活下来之后面对的事情 会比那关键的208秒更恐怖 萨利心里产生的惶恐 动摇又无助的心境 就算在听证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后 似乎还会在观众的内心残留阵阵的涟漪 这部电影在讽刺社会乱象的同时 更把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眼 英雄的意义拿出来探讨 听过一种说法 十次遭英雄这句话真实反映的是 英雄往往为趋势造成 英雄的概念形成仰赖于旁人的凝视 英雄的身份是因实现了利他价值观 而受到团体推崇的象征 人们爱在英雄正如他们爱着自己 但人们似乎被考量过 英雄从不是自怨自发成为 萨利说的那句 我过去40年来在过无数乘客 现在他们却想用208秒论我的功过 无以为本片金句细思起来令人感慨极深 萨利的抉择令我想到畅销书 苹果橘子经济学中的一个研究 足球比赛中选手面对守门员 进行点射时大致有三个抉择 左边 右边和中间 由于距离过短 守门员扑向哪个方向几乎得用猜的 但是大多数守门员最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在原地不动 所以只要选手略有点统计学的观念 他应该踢往中间 球进门的可能性才是最高的 然而通常情况下 选手宁可踢向左右把球踢飞 也不愿意踢中间 这是因为如果他真的踢了正中之球 而对方守门员没有动就拦截到了 那个场面也太过滑稽 他将成为全场的笑柄 因此大部分选手宁可丢失分数 也不愿赌上自己的名誉 性命攸关之际 萨利机长确实可以为了避免其他人的质疑 选择遵从指示 试图将飞机开往机场 然而他赌上的会是自己的性命 因此在那个时候 他毅然排除所有的杂讯 决定迫降在哈德逊河上 也才造就了这个奇迹 但是试着想想 我们身边存在着多少案例中的决策 是受制于旁人眼光的妥协产物 电影中有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也值得注意 当萨利做好决定 准备执行时 他特意问了副机长是否有其他意见 副机长则是站安静静地回答 没有 这个情景放在如此背景脉络下 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解读为 幸好有副机长对机长的信任 但是你知道吗 韩国曾经是世界上航空失事率最高的国家 这个事实令人惊讶 航空专家一度积极地研究其原因 他们在失事的飞机中捡回黑盒子 听取机组人员的录音记录 发现韩国之所以失事率如此高 是因为他们的阶级观念严重 尤其是机长和副机长之间 存在严重的上下不对等关系 这使得他们无法顺畅地沟通 就算副机长发现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或是对机长的判断缺乏信心 他们宁可赌命也不敢对机长直说 这种沟通不胜畅的后果就是一架一架的飞机向下坠落 韩国查明原因居然是文化造了孽之后 立刻倒落了外国专家训练航空人员 尽最大可能让他们摆脱文化的桎梏 当然回到《萨利机长》这部电影 副机长对机长的服从导致了好的结果 只是我们可能得特别注意 对一个人的绝对信任 不应该包含在这个故事要歌颂的价值中 可能由于当初带着随便看看的心态 不存在过高的期望 我发现《萨利机长》意外的能够触动我 这部电影的节奏一如克林伊斯·威特的风格 平静而缓慢 不安于躁动却在黑暗中潜滋暗掌 编剧是写过《Perfect Stranger》 剧本的《Todd Komanicki》 全面使用交叉叙述的手法 片段安排的很有逻辑 生动观众情绪的手法也蛮自然的 我很喜欢他特别花了一点时间去描绘 个别乘客上机之前有笑有闹的模样 而不是泛泛的交代有一群乘客上了机 让观众意识到乘客不仅仅是数字 更是活生生的人 这使得灾难发生时的紧张和压迫感 被堆叠得非常到位 我也很喜欢最后集体获救的场面 简洁有力不滥情却散发了该有的温度 总的来说 《萨利机长》虽然不是克林伊斯·威特最好的电影 甚至算不上他的前启名 他的片场仅1小时36分 故事简单说故事 手法沉稳又令人动容 仍然是一部引人深思值得看的优秀电影 以上纯属拥心人个人意见 谢谢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拥心人 我们下次见 拜拜